其实这个肥料对于植物来说呢 我个人认为就更相遇这个补品 像那种人参入荣这些补品对于我们人差不多 而我们人正常吃饭的这种呢 就相当于这个盆景对于水和阳光差不多 因为我们人吃饭每天都得吃 这个盆景对水和阳光的需求呢 也每天都得有 特别是水 阳光还好一点 像这个盆景你几天没见到阳光 它可能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说如果几天不见到水的话 别说几天了 就几个小时 这个树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这个问题 甚至死亡 所以这个水才是对植物来说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平时我们这个盆景 只要你给它足够的这个水 足够的这个光照 它就能够维持这个基本的生存生长了 正常来说这个植物呢 它可以通过根部从土里面获取到一定的养分 它还可以通过这个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也能产生一定的这些营养物质 它靠这两种方式呢 它就基本能够获取到足够它最基本生存的这些能量了 只有在什么时候我们盆景才是要吸肥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盆土里面的养分不多了 因为你种在一个盆里面土毕竟有限 时间长了养分消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它补充这个肥料了 还有像这些植物生长 旺季 因为这个季节呢 它植物长得会特别快 它消耗的能量呢会特别多了 你要是不给它施肥 它靠它自身的这种光合作用啊 或者根部从这个土里面吸收这有限的养分呢 它是不足以维持它快速生长了 所以我们才是要给它施肥 让它能够达到快速生长快速成型的这个目的 还有一些情况 比如像这个开花钱啊 结果钱啊 或者说是过冬钱啊等等 这些情况下呢 也可以适当给它添加一些肥料 让它寄长更多的能量 然后呢 开花更漂亮 结果更大 过冬更安全 是不是 像这些时候呢 都需要给它施肥 但是它并不是说 像我们人吃饭那么重要 一天得吃三顿 一年365天天天得吃 并不是这样啊 它基本就相当于我们吃补品 只有你在这个食物当中 获取不到足够的这个营养 你才需要一些补品 或者说是你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 再或者像那些女人怀了孩子了 这个这些时候 它都需要大量的这个营养 它才需要吃到一些补品 你正常的一个人 你怎么可能一天吃三顿补品 一年365天的吃呢 你有钱也不是这么吃的 不是你啊 李永би是呀 Challenge